接下来我们讲废斯基数 或者后面这些都是它相同的名称 我们来开启幻力档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呢有网路上说明 你压着Ctrl键一点就有连结 这边的话呢 它是看这个重点在这里 后面一项是前面的两项相加 所以呢,以这边2来看 2的话呢,它是前面的1加1 那3呢,就前面的1加2 5的话是前面的2加3 那回到我们的这边来 所以呢,我们这边给两项 1和1 那下一项怎么来 下一项是前两项的核 我们删掉重做好了 好,我们按等于 等于什么 前两项 B5加上B6 这一格是B7 所以等于B5加上B6 好,那下一格怎么做 前两项 所以它是B6加B7 那下一格呢 变成B7加B8 变成B7加B8 这个就是 这个相对参照 它参照前两格 好,我们拉一下 好,这边呢 有参考解答 我们看大约多少 到33的位置 好,超过了 好,这边呢 是计算笔值 就是它数列两个相邻的笔值是多少 笔值我是后面的数字 是处理前面数字 以这边的利的话呢 这个是 这两个的笔值 1处1 那这个呢 是 2处1 所以B6处1 B7处1 我们下面拉 好,我们下面拉完之后呢 可以看到 我们直接看参考解答 到这边之后呢 它笔值已经固定了 那这笔值固定呢 这个值我们称它为 黄金比例 我们点一下 好,这边有说明一些黄金比例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 这个会是数列的话 它的笔值到后来会是固定 好,我们刚提到了黄金比例 那黄金比例的话呢 那黄金比例的话呢 好,这边是Google的搜寻 这边也有 刚刚已经讲过的时候 是 这个的算法 好,那 我们来利用电脑来算一下 这个黄金比例呢 是怎么计算 好,我们比例是这个 四字 二分之一加更好五 那二分之一加更好五怎么计算 我们用Kelker的公式来算 怎么算 这里已经有结果了 但是我们还是算一遍 好 我们按等于 代表要计算 那计算呢 这边有分子分母 因为这个 要计算 一加更好五先做 所以我们要做 刮五起来 刮五里面呢 要算一加更好五 所以是一加 那更好五怎么做 更好五就是 五开更好是 次方为0.2 更正 次方为0.5 就五 次方的话呢 是这个符号 这符号是 shift跟6 你把shift 键压注再压6 好 后面写0.5 这样代表呢 更好五 再重讲一次 0.5代表二分之一 次方二分之一的意思 就是开更好 所以这是更好五 这是更好五 那一加更好五做完之后呢 再除以二 我们Enter 好 这个就是黄金比例 的这个值